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這位TVB巨星曹永廉 又在微博發表紅文 繼續來到撐警 似乎他對於撐警的情緒 都是念念不忘 終然他昨晚在微博發表了一則貼文 就說做生意很艱難 請大家高台貴手 但是他的撐警的情緒 依然是營繞著他的腦海當中 所以昨晚凌晨又繼續發表這個貼文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多謝大家 我們一群只是做應該做的事 不是什麼英雄 英雄是警察 首先不要說其他什麼政治立場 說回文法 英雄是警察這句話是不是有些問題啊大哥 你說我們不是什麼英雄 警察才是英雄 為我們說粵語也好 就算說普通話也不是英雄是警察 是不是這麼奇怪啊 警察才是英雄才是 這些就要再培訓才行 這樣的文法水平 再說說你的內容 是不是 你不停的撐警 其實我們看到 他在大陸的煤響不是那麼大 他的貼文都拿不到過萬個讚好 到目前為止 就是說 你就要留意一件事 是不是 曹永蓮或其他藍色的鞍星 你要警惕一件事 千萬不要偷雞不到蝕渣米 這件事是很大劑的 演藝界很靠那些市民的觀眾緣的支持 如果你得罪了那些主流民意 主流民意即是六成人 你叫黃絲食肆 那些六成人就不會支持你了 剩下那四成人是藍絲 那些人有多大程度上支持你呢 那就很糟糕了 你現在做不成這個人民英雄 你做不到這個光頭扭蛇的角色 曹永蓮 你應該要顧及好一件事 就是風險管理 免得好像現在這樣 屌屌就兩頭都不到案了 回去大灣區發展 你又不夠支持度 又沒有人請你拍劇 目前來說沒有啦 可能遲些有都不定 政治囚用 問題現在你就好像變了 在香港已經是聲名狼藉了 有一點點 起碼被網絡罵到七個一皮 因為你撐警 本來你不撐警就沒有事 那些人甚至乎都不懂得來 現在撐警就撐出個名堂來啦 當然 而且又被人說你 涉及茶餐廳的生意 就是懷疑啦 是不是 我就不去深究這件事了 反正你一撐警就很糟糕了 如果你被人發現你原來有經營茶几 那些人肯定是罷食的 發動 是不是 那你有什麼懷疑呢 老實說 在演藝圈裡面 只有兩種人撐警 一種就是為了自己的個人利益而撐 說就說撐警 其實就是撐什麼撐人民幣落自己的袋 這些大有人在啦 第二就是那些真心撐警的人 我只是想質問一下那些真心撐警的人 到底你撐警的時候 對不對得住自己的良知 對不對得住天地良心 看見那些那麼血聲那麼暴力的畫面 你依然是撐得下的 你對不得住香港的青年同胞 你吵大巨星屬於哪一種人 我就不清楚 亦都不了解 但是你自己也有一對子女 當你要決定撐警的時候 希望你都可以苦心自問 問一下自己到底香港警察有什麼值得你撐 你可不可以把那些原因寫出來 跟大家市民分享一下 理性一點討論 或者大家怪錯你也不一定 你寫出來把原因 香港警察有什麼值得你撐 你又不說的時候人家就覺得你到底是否想賺錢呢 那就該你被人罵吧 你講得不清不楚 你多說一點 關於撐警的事 說多一點 好了 另外就想說說關於葉劉 葉劉又沒有東西找東西賴 大家都知道 他的新聞黨已經滅了黨 在區議會當中一直都沒有 OK 桂寧高 現在他就很空閒寫一些文章 他最新發表的一篇 就講關於新高中學制 他就說標題怎麼寫呢 反修例運動就反映了教育失敗 又找東西賴 其實我也是勸喻建制派的議員 好心你們空懷廣闊一些 學習一下石禮謙議員 不要永遠拖屎不出就賴地硬 將這個反修例運動 或者反送中的運動 不停地找東西賴 賴完外國勢力 現在看到賴不了 怕著可能 就得罪美國人 怕著違反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又不賴美國人 現在又將在本地找些代罪羔羊出來賴 賴教育制度失敗 我們看看葉劉到底怎麼賴 他就說問題的根源就是 教育改革推行的新高中學制 因為自從09年推行以來 教育開支不斷增加 可惜資源就花得不到位 教育問題一羅羅 終於累積到在這半年爆發 本身你這個斷政有問題 葉劉是不是 不是呀 賴完這個賴那個 為什麼你不去 吳日三省吳身 為什麼你不反攻自省 問問你自己有什麼問題 是不是呀 就是因為這個條例 不值得你撐 你不是整班人 真是前父後計 撐得出個大頭髮 對嗎 他就說香港有什麼六大問題 我們看看他的論據 到底是不是成立 他就說 學術水平下降 怎麼下降呢 他就說新高中學制的初衷 本來給同學 文理互通 即是簡文科 理科也行 中英數和通識四科 必修 而且不限文科 理科選修 兩至三科 而且就把中五 會口 和中七的高級程度 會口 即是A level 和3 level 合併為DSE的 民憑市 一事定生死 他就說 三年的高中課程 既多扯廣造成沉重壓力 加上設計科目不倫不類 同學的基礎知識沒有提高 老實說 你有沒有一個客觀的數據搬出來的 葉劉 我看你這篇文章 純粹是一個個人的觀感 在踏踏現在的中學生 我自己就經過了 中五會考試 中七的高級程度會考 考了兩次 中三的時候就不用考了 我以前也要考的 如果大家都有印象 當時中三升中四 還要考一個試 當時高中不夠位 這些很久的歷史 葉劉現在踏踏別人 不是 我覺得現在的 中學生 又勇敢 又有道德情操 比我們那一代的人更加 見多識廣 不好意思 反正大家都會發表個人觀感 不如稱讚中學生 葉劉經常說自己愛國 有沒有聽過毛主席說的一句話 世界是我們的 也是你們的 但歸根結底是你們的 你們青年人朝夕蓬勃 正值興旺時期 好象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 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 聽下毛主席怎麼說 不要整天踏踏我們新一代 又說他們沒有水平 第二件事就說什麼呢 就是缺乏品德教育 以前就注重得志貴貧美 專師重道 有禮守規等等 現在 學校要達到的目的太多了 此少比獎下 品德教育 逐漸 不受到重視 你多餘吧 我反而覺得現在的學生 完全有一個非常高的道德情操 是不是 為著香港 不怕犧牲 排除萬難 去爭取勝利 有什麼問題 是不是 你這些經常說什麼 德智體群美 不是代表要拆鞋 不是代表要扣頭 是不是 葉太 你懂不懂的 還有品德教育根本上沒有一個客觀的評審準則 是沒得搞的 一搞就只會變成 拆鞋班和洗腦班 OK 好了 接著他又說到 又賴這些學生 不讀中國歷史 其中一個論點 就說這個高中學制推行以來 讀中史科的人 就持續減少了 同學都不理解中國歷史 可能從網絡接收有關中國負面資訊 潛移默化 怎麼會愛國 我跟你說 葉劉和建制派的人 真是愚蠢 幸好少人讀中國歷史 告訴你 如果多人讀 對中國更加反感 跟你說 你看看中國的自亂輕衰 是不是 永遠一個皇朝 完了又到另一個 整個制度根本上沒有一個根本性的改革 對不對 還有 如果你學中國歷史 學到近現代中國歷史 那就麻煩了 是不是 由解放之後的歷史 再讀 新中國成立 土改鎮返 土改鎮返 鬥那些地主 反右 鬥那些右派 然後 三年艱難時期 因為三年紅旗 搞到沒有東西吃 全民大煉鋼 連出的大頭佛 然後 最後就是文化大革命 去到八十年代的時候 本來就好像欣欣向榮 改革開放 竹子搞譜八九六四 我想問你怎麼教那些學生 還是一句說話都不教呢 還是把那些歷史事實全部散改了 你怎麼教呢 告訴你 愛國告訴你愛國是愛什麼 你當然是教別人愛中華人民共和國 但是那些學生讀完這些中史之後 他愛不愛得落 就成問題 是不是 不教好就教 第四件事 他就慘了這個通識問題 就很多了 因為 教育局曾經把critical thinking 錯譯為批判性思考 讓老師和同學以為一尾批評就可以 最後就說改為明辯性思考 但是批判性思考恨錯難反 他有建議 建議就是把通識科變為選手 因為海外升學通識科又不計分 老實說 你不要阻賴又賴 通識科本來就是泛民反對建制派支持 本來就打算把通識變成洗腦教育 可惜失敗了 現在你說要變選手 又說要教中市 沒有作用的 告訴你 只要香港一天資訊自由流通 就沒有辦法去洗腦 就算你在大陸有這個 所謂 Great Firewall 那些人一樣可以懂得翻牆 告訴你 香港是搞不到的 不要經常想這個方向 我勸他們 另一件事 他賴什麼? 賴校本管理 因為校本管理走偏了 現在就缺乏監管 他建議什麼? 他建議要加強監管 尤其是對於教材 包括工作址 就要調查一下、審視一下 其實跟容海恩的意見很相近 當然是同一個黨 同黨來的 這些東西有沒有作用呢? 經常說要審視的教材 經過了審視的教材 以後那些教師就會完全照著你 經過審視的教材來照本宣科、照讀 其實是一樣不行的 教師 就算有一本教材 放在他手上 怎樣教就取缺於那個人 不要經常想要把教材的教材就可以了 好,接著就要加強老師培訓 因為老師的立場非常強烈 在所謂反中反共的大浪潮下 有老師將個人的政治立場 和仇警情緒帶入課室 在網上發表編擊的言論 甚至帶領同學去違法 這些你真是說得唱就說了 老實說,藍絲更加激進 已經被人發現了很多次 包括用粗口去問候的學生 屌的學生 網上有的 這些大把錄音 還有一些藍絲的教師 想動的學生 一樣是有的 對嗎? 你的藍絲更加激進 為什麼? 因為被鞠住鞠住 無處發洩 在社會上又證實了他們不是沉默的大多數 原來他們要面對信仰崩潰 根本上這些藍絲就是社會上的少數派 剛剛說投票、中票都不夠人多 頭來頭去都 所以就鼓鼓一吞氣 回去想租質的學生 這些就是你的藍絲 藍色的教師 不知所為 你猜你的藍絲沒有在課堂說這些話嗎? 叫人家愛國嗎? 一樣有 你看看教聯會 泛民那些黃絲入教協 你那些藍絲入教聯 教聯一樣有幾萬會員 多餘 一樣大有人在 你如何監管 那些藍絲一樣有叫學生愛國 不過那些學生不理他 真是多餘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希望葉劉放棄 對於選舉結果 就算登不登到大位 一樣可以在不同的崗位 服務市民 何況你現在有薪水 好了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